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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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自负点评的环节 电话旁边接通了银行证券业务发展董事罗上佩,Eugene Eugene,你好 是的,你好 这一节时间我们不如说说油价的情况 看到油价最近都跌了不少 受到不少的外国因素影响 你又觉得油股的表现会是怎样呢? OK的油价,当然跌了不少 但是近日看到54元 就是说纽约那边,不是说布兰特那边 纽约那边54元,似乎看到底 虽然现在地缘政治除了G7之后 地缘政治的因素或者热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油价又没有跌回头 都是在54元上海或者上下下下下 当然现在油价最主要就是看全球经济 因为会不会是中美贸易战 搞到全球经济倒了 石油需求太跌 那这些因素我想在54元的油价里面 初步反映了 那如果你说未来的时候 全球经济未至于太差 甚至说是中美贸易战 好像有点点曙光的话 那我想油价在54元的底下随时会弹点 所以在中海油来说 相对跟油价比较接近 它是会受惠到油价的见底回升 这一刻 嗯 是啊 那你也都看到了 中海油再加上它最近公布了业绩 好像就不错了 半年顺利302.5亿元人民币 升了18.7% 也都见到有些大行上调去的目标价 看到最新现在是做11.36 下跌了2.9% 你又觉得应该可以怎么部署呢 我想现在要买的话 可以在11.2这位买 上面就看13元的 对应油价压近60元这些位 其实整个中期业绩来说 我觉得最有亮点的国企公司 就是中海油 因为如果你跟开中海油这间公司的话 上半年虽然你说的盈利预测 叫做符合预期好一点点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大行体好呢 其实这个成本控制这件事很重要 但是以跟开中海油的话 你知道它的成本控制 其实是很差的 这么多年都做得 但是唯独是今年的上半年 其实做得挺好的 成本控制 令到那个毛利拉升了 原油的存档量 成本大概是30元负的 那算是这几年里面 做得最好的成本控制的一年 当然希望下半年可以维持到这么好 如果下半年都维持到的话 大行就算你说油价不是升得太厉害 大行因为成本效应 上条的目标价 我觉得都可以期待一下 所以大概11个月的位置 先看13元 好 大家留意这个价位 今天麻烦了 越转这么详细的分析 看看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的 好 麻烦了